可能很多人都还记得 在去年2月香港有个男子来到台湾旅行 结果杀了同行的女朋友 而当时这个女友其实还怀有身孕的 他就把这个女友的尸体装进行李箱里 弃尸在逐围的周边 后来回到香港之后变卖了女友的财物等等 可是最后竟然只被依这窃盗 还有洗钱等罪来逮捕 这怎么回事 这当然大家听得非常气愤 一尸两命犯下这样的杀人案 最后是因为窃盗罪吗 这是因为他是一个香港人 犯罪的地点在台湾 所以香港没有办法把台湾相关的罪证 当作是审理他的这个罪证 而同样也因为他是在香港的这一个国籍 所以同样的我们有这个地区管辖群 士林地检署 也没有办法对他进行任何的处理 所以也导致大家所看到 现在出现非常离谱的现象 杀了两个人一死两命 但是用怯盗罪 只因为他把女友杀害之后 再把他的皮包里面的信用卡 拿去盗刷花用 最后就抓这个罪 判他轻轻的几个月的徒刑 然而这正是因为双方没有司法互助 所种下的恶果 不过在台北的士林地检署 也针对权案不放弃 针对这个男子 他只要离开香港 有任何引渡的可能 对他通气的时间拉长到2055年 香港籍男子陈同佳 勒死女友装香弃尸 居然只被依洗黑钱罪 判29个月有期徒刑 去年2月 陈同佳犯案后弃尸 警方在逐围捷运站外的草丛 找到了腐烂的尸体 验尸结果 一尸两命 香港高等法院29号做出判决 尽管陈同佳坦承杀害女友 但是基于司法管辖权问题 犯案地点在台湾 香港法院只能针对他四项洗黑钱罪名 判处29个月有期徒刑 又因为陈同佳 去年3月23号就被逮捕 至今被囚禁13个月 如果服刑期间表现良好 最快今年10月就能提前获释 而士林地检署 也在去年12月发出通气 一旦入境就可依法逮捕 通气时较长达37年6月 一直到2055年8月17号 他们希望将这些 所有跟杀人有关的 或者是其他刑事案件 赋予中国大陆的官方这边 是有管辖权的 所以会让这个香港这边的 这些犯罪者可以移送到中国大陆去 但是很多香港人们也很忧心 这样子的一个移送的条款 也可能导致很多的民运人士 或者是一些异议人士 从中国大陆逃到了香港 或到了台湾 到最后被引渡回到了中国 到北京去受伤 陈同佳残忍行凶 士林地检署多次透过两岸司法互助管道 希望能将他引渡来台 但香港始终已读不回 也引发港人犯罪 是否移送中国的争议 香港民众走上街头抗争 因为一旦立法将让在香港的港人 外国人 台湾人跟台商 陷入被中国引渡审判管辖的风险 势必造成重大影响 记得张浪和梁洪志报道 在厌城市中 原地人 刘兰 西岳